應該是我第一次面對鏡頭講這個事情 很多人都揣測當時我們是不是第一個打電話進去的 不是 第一個其實打電話進去的是一個外國的通訊媒體 時間他跟對方通上電話 知道裡面的人是平安的 他就掛了電話了 他也很快的也發了一個短訊出來 這個flash發出來之後 那麼很快的這個就傳到我的手上來 我當時心裡想他可以聯絡上 我們應該也可以聯絡上 所以有默契 我當時可能有表情出來 所以我記得導播告訴我說 我知道我們已經開始努力 要跟那邊五官官邸聯絡了 那我們一撥了電話進去之後 我想對於一個從事新聞工作人 那麼重要的新聞 我們就沒有理由輕易的放棄這個電話通訊 所以就盡我的所能 那麼持續的通話 我當時電話接的時候 我記得Christine她接了這個電話 所以我就跟她聊我是誰 然後我就問一下她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她告訴我一切都很平安 後來我就跟她講說我想跟那個人對話 因此她就把電話交給那個人 就陳靜心來了 所以陳靜心她接到電話的時候 我想她也不知道狀況 那我就跟她講 我說我是才是的誰誰誰誰 所以我才會講說陳靜心她認得我 她說我不是你 我知道 就這樣開始 陳靜心知道對方是知名主播 願意繼續聊下去 但要怎麼讓陳靜心緩和緊張情緒 因為我是高雄人所以我可以講台語 我跟陳靜心我稱之她競賞 就是說陳先生我稱她競賞 我是從頭到尾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時間 我跟她是用台語的進行對話的 當中還有包括補語交叉運用 我的目的是讓她覺得親切 我記得那個時候陳靜心是抽煙 我還問她說 Block上面有顧問 我說你是抽什麼樣的香煙 她告訴我抽七星什麼之類的 那麼這些就是讓她能夠平靜她的心情 跟她比較能夠平和這個對話 我心裡面只有一個最基本的 這個自我的要求是 就是我的這個討論 千萬不可以出事 就不可以讓這個陳靜心在當時 因為她的心情起伏 而造成任何的這個危機 危及到人質的安全 那您在這個過去一段時間 逃亡的過程當中 是 陳先生 您現在抱著那個小孩子嗎 沒有 他爬過了這邊 是 您想念你的小孩嗎 想念當然是想念 但是有什麼辦法 聽到小男嬰的哭聲 代中人主播隨即應變 問起陳靜心對孩子的思念 或許能讓她軟化 緊接著試探性詢問 陳先生 陳先生 我現在在電話當中 我可以聽到那個小孩的哭聲 您也是一位父親 您打不打算讓這個小孩 以及其他人 能夠現在平安地離開呢 當然要有一個保證 什麼樣的保證 保證說 我願望的妻子 還有我願望的基地 還有我的朋友 他們是願望的 希望能 怎麼講 能有一個妥善的處理 安撫情緒 讓陳靜心說出她的訴求 但是代中人主播 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千萬不能讓對方 牽著鼻子走 為所欲為 陳靜心她曾經去投書 給這個聯合報之外 還寫給當時立法人 寫上題 她同時也跟TVBS 跟李濤先生他們聯絡 陳靜心這個罪犯 她是曾經嘗試過 要跟媒體接觸 她也懂得要利用媒體 我的訓練告訴我一件事情 我不能夠讓陳靜心 站在一個採訪的 一個罪犯採訪的 所謂的高度上 陳靜心並不知道 她在接受一個現場的訪問 過去一段時間 您逃亡的過程當中 警方在大力的欺負您 您是怎麼過日子 您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啊 東跑西跑啊 然後啊 我們睡覺都 也是一樣 東睡西睡啊 空屋啊 這樣子啊 嗯嗯 當時你們是 鄭基黃啊 也是我們身下的地方 假定我讓她知道 她現在就在進行 一個現場的訪問的話 會讓她覺得 她掌握到一個機會 這中間 我一直沒有跟她強調 我們現在是在 現場直播對話 OK 所以陳靜心並不知道 這是一個Live播出 我想也因為這一點 所以讓她沒有主控權在 否則的話 坦白講 陳靜心在那個時候 會覺得她想要表達什麼 或她說什麼 那就不是我的控制 那就可能會出現失控的這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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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